來看看Focus在中文的部分該怎麼處理 那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我剛剛不是都介紹說寫中文沒問題嗎 那麼各位你試看看打個中文字吧 點進來這邊 你點一下看你能不能打中文 可以嗎 打中文他應該不會理你吧 你隨便找一個地方 他原本有字的地方也可以 或者你要用右手邊的那個文字工具 加進去都OK 您看我在這邊打一個中文 有沒有出現那個錯誤訊息 這邊 我如果在這邊打一個 他說你目前的什麼 是無法使用 因為他預設的是英文字體 好英文的字體 所以呢您到右手邊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預設字型是這個 那麼第一次的時候呢 您看一下你把它按一下 這邊他會抓您電腦裡面的字體 電腦裡面字體 您可以往下面走 你會發現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有綠色打勾的 一種是不是都是問號的 有勾的表示他軟體裝進來的時候 這個字型已經可以用了 有問號的是這個字體 所以不曾在這個軟體用過 不曾在這個軟體用過 所以我們找中文的 我往下走 往下走 哇我們這邊中文這麼多 好 那我知道那個網看中文可以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來看一下 OK 如果你要這個看聽流的 我就把它按一下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當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有沒有 它會幫你的字體載進來 但是這只有第一次會需要 所以這個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這個時間會依據你的字體的大小 還有什麼 你的電腦速度會有差別 當我這樣轉換好之後 您先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它前面有沒有變綠色打勾了 這樣下次這個字體再用 就直接使用了 好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我在這邊 好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 這是第一個 好所以字體的部分 您需要設定 第二個 可以問一下老師一個小小的問題 你一般在Office裡面 比如說我們Word PowerPoint 預設字的大小 是不是都是12 請問單位是什麼 小米 老師沒有被問過 你是哪個單位的嗎 哈哈哈哈 剛剛老師講對了 你要有自信啊 對啊 是PT沒錯啊 我看你的嘴型是對的 哈哈哈哈 只是你沒有很認真地講出來的 沒有錯我們那個是點 但是因為我們Focus Guide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簡報有什麼特性 它會不斷地在那邊縮放有沒有 所以你給它固定大小沒有意思 你看一下它的字體大小 有沒有只有變大變小 因為文字本身就是像樣的嘛 那我又會變大又變小 所以我不需要特別去指定說這個字多大 你要它變大你就把它這樣變大 變小就把它變小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並沒有說我字要多大 這是跟我們一般簡報不一樣 那當然下面這個我相信大家就沒有問題 這個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這個 一般我們在簡報裡面 PowerPoint也是一樣 是不是有所謂的大標 次標 小標 甚至加上什麼 內文嘛 那這邊主要就三個 就大標 title 次標題 subtitle 還有一個叫八題就是內文 就是這三種類型 所以它內建的每一個版本裡面 都有這三種 主要就是這三種 當然大小你也可以自己調 也可以自己調整 所以這樣各位應該就 怎麼使用它 有沒有就比較簡單了 好 這是第一個 就是您在用的時候 這個字體的部分稍微留意一下 當然 如果您這個字的樣式不滿意 在我們右下角這裡 也有一些預設的樣式 有沒有 右下角這邊 你也可以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 這些預設的樣式來使用 都OK 像這邊也有陰影的效果 這裡可以把它勾起來 這樣就有陰影的效果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你可以在中文的部分 記得它預設的這些版本 基本上都是以什麼 英文字體為主 英文字體為主 不然就是其他我們不是中文的字體 這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我們在中文字體會有質疑 我們在中文字體內 我們在中文字體上 我們是從中文字體去到中文字體